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笑着道 这只是一个娱乐竞技节目而已 大家参加就是为了轻松玩的吗 管那么多做什么 玩得开心最重要了 路易笑了笑 独自一人骑上了自行车 今夏穿好汉冰鞋 拽着自行车的后座 大喊一声道 出发 夫妻两个人以独特的方式来到了第三关关口 第三关是默契大考验 主要是考验团队两人之间的默契度 路易和今夏走进一间光线比较暗的屋子 里面空无一人 空无一物 两个人需要找到出口 方才能够进入下一关 今夏紧紧地跟在路易的后面 走进这间略有些恐怖的屋子 今夏看着屋子内的装修 忍不住吐槽道 这个怎么好像是密室逃脱呢 路易查看了一下屋子内的装修 并没有看见相关的密码锁或者是钥匙所 看来想要找到门 必须要通过其他途径 他看了看室内的装修 看来 想要破解门 只能通过感应了 若是稍微用心观察 其实不难 因为感应反应 自然会有相关的隐藏的电线等设施 路易仔细观察一番 便大概猜到了其中的操作 他牵起今夏的手 和今夏两个人分别张开手臂 一人一只手 分别抓起房间内一左一右的两个环 果然 当他们同时触摸到环的时候 门便自动打开了 今夏惊讶地看着路易 一脸疑惑地问道 你怎么发现的 路易故作神秘 得道 我掐指一算 便已知晓 今夏摇晃着路易的胳膊继续追问道 你告诉我呗 求求你了 路易道 你这智商 说了也听不懂 今夏道 你没说 你怎么知道我听不懂 路易道 好了 快点 路易大步向前走 今夏紧跟其后 两个人来到了第二间房间 这一次 主要是默契大考验 路易和今夏需要同时答题 若是答对五题 那么便能够通关 第一题道 两个人的结婚日期 路易道 6月1日 今夏道 6 一致 今夏兴奋地和路易一起击掌 这简直太简单了 对他们而言是小儿科 好不好 第二题道 两个人第一次接吻的地点 路易道 酒吧 今夏道 太久了 有些想不起来了 今夏道 谢萧家 错 路易看了看今夏的答案 略有些不满地瞪了今夏一眼 今夏疑惑地问道 我们什么时候在酒吧接吻了 路易凶道 自己想 第三题道 第一次接吻谁主动的 路易道 今夏 今夏道 路易 错 今夏看着路易 立刻反驳道 明明是你主动的 好不好 路易提醒道 你先强吻我的 好不好 今夏道 你别胡说八道 诋毁我的名誉 路易道 你这记忆力 得前置了 第四题道 吵架的时候都是谁先妥协 路易道 我 今夏道 我 错 今夏瞪着路易道 分明是我先哄你的 好不好 路易道 哪有 今夏道 明明是我先哄你的 路易道 我不记得了 今夏道 路易 你是不是老年痴呆 路易道 下一题 第五题道 对方的生日 路易道 中秋节 今夏道 4 11 满分 第六题道 男方送给女方的第一个礼物是什么 路易道 项链 今夏道 手链 路易瞪了一眼今夏 忍不住吐槽道 你脑袋进水了吗 今夏恍然大悟 连忙道 对 对 是项链 我机会了 第七题道 女方送给男方的第一个礼物是什么 路易道 领带 今夏道 钱包 路易只问道 你是不是弄错人了 说 你把钱包送给谁了 今夏不服气 得道 我怎么可能第一次送你领带 那可是送给心上人的礼物 路易道 所以我说 你对我一见钟情 你还不承认 今夏道 明明是你对我一见钟情 第八题道 家里谁管钱 路易道 自己管自己的 今夏道 从未商讨过这个问题 路易叹了一口气 无奈 得道 直接写真实情况不就好了吗 今夏反驳道 我写的就是真实情况呀 本来就是从未商讨过这个问题 哎 第九题道 男方最喜欢吃的食物 今夏道 饺子 路易道 饺子 哎 终于对了三道题了 第十题道 女方最喜欢吃的食物 路易道 都喜欢 今夏道 老公做的菜 路易看着今夏的答案 无奈 得道 不是我做的菜 我看你吃的也挺香 今夏道 你这个人怎么一点都不浪漫 路易道 你就不能实话实说 今夏道 那我也不是都喜欢呀 我又不是吃货 我也有好多讨厌的食物 路易道 你讨厌吃什么 今夏道 这个嘛 我想想 第十一题道 男方最喜欢吃哪种口味的蛋糕 路易道 抹茶 今夏道 抹茶 第十二题道 女方最喜欢吃哪种口味的蛋糕 路易道 哪种吃的都挺香 哎 路易道 草莓 今夏道 草莓 哎 终于答对五题了 太难了 今夏如释重负 忍不住吐槽道 我们的默契度是不是有些太低了 你看看钟老师他们 六道题里面就答对了五个 而我们要十二个 路易瞥了一眼 今夏 无奈 得道 这个和我无关吧 你应该好好检讨下自己 今夏不服气 得道 我觉得是你对我不够了解 路易哼哼两声 无奈 得道 我看是你自己对自己不太了解 今夏拉着路易的胳膊 催促道 快点 下一关了 我们都被两个队伍赶超了 再不快点 马上就要倒数第一了 路易道 名字有那么重要吗 今夏道 当然重要了 这叫做体育精神 好不好 路易道 哎哎 这是你自己的队伍赶超了解 但是你自己不太比赦的